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试问,世上什么东西是可以一模一样的呢? 血型的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不同 性格不同导致了每个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结局 甚至还会影响你死后会去哪里 今天我们就通过血型来看看你未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 A型血 A型血性格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小时候比较任性 年轻时性格果断刚毅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积累 表现出稳重谦虚的态度 但容易陷入保守和过于谨慎 甚至在年老后会变得固执 待人接物细心谨慎 避免伤害他人的感情 也不给对方或周围的人带来不愉快 有克制自己积极为人民服务的一面 和不肯轻易相信人 说得坏一点啊 就是多疑的特点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A型人的两重性之一 不过啊 A型人是可以信赖和构实的合作者 A型人对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 是很重信义的 一旦结成墨逆 他就会无微不至地关心对方 情真意切 根据A型血的性格和处事分析 这类人主保守和平稳 低调谨慎 他们逻辑思维能力强 退可守财守势 尽能厚积薄发 最终能功成身退 善始善终 这一血型的人具有天人福德 如果此生没有什么大的灾祸 都可以投身天道 B型血 B型血成年后分为心直口快 和不善应酬两种类型 且性格自幼到老变化不大 给人的感觉是越活越年轻 B型血人生来不习惯繁文入节 也不在意礼上往来 常常给人不拘小节的印象 他们心直口快 不讲虚理 但缺乏亲切热情之感 其实啊 对谁都坦诚相见 不了解的人呢 会担心其是否心怀歹意 可是接触后啊 会觉得很好相处 他们不计较小事 虽欠浪漫情怀 但心地善良 富有人情味 他们助人为乐 到了近乎管闲事的程度 B型血人自由性 随意性 创造性 可塑性 十分的鲜明突出 处事坦率 做事缺少规划性 为人不够谨慎 有一事无成的糊涂蛋 也有精明杰出的人物 人生的起伏较大 可能走向好的方向 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方向 B型血的人 差别会大一些 福报大的人 会投身于人道 但如果福报耗尽 则会堕入三恶道了 AB型血 AB型小时候和长大后的性格 截然相反 小时候性格闭塞 怕陌生人 但长大后交际广泛 老了因为过于自信 而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 比较厌恶世俗人情 伪善自私 AB型人在心理上 与人的距离感 是始终不变的 即便是亲近的人 也保持一定距离 所以在感情上比较淡薄 但AB型还算热情了 并且善于与人相处 能圆满处理各种关系和工作 不过不喜欢与人争 欲是不爱出头 是天生的温和主义者 AB型的人对事物的处理 不会为感情所左右 一切以公平公正为原则 在遇到挫折时 表面上显现若无其事之状 但在其内心中 他会不断地反省 寻求挽回好办法 用冷静的态度 解决棘手的问题 但对规则 规定等形式 不大容易接受 行为上也不拘小节 对别人的指正 也不大理会 做事快 效率高 但失败率也高 命理不够平稳 由于来自享乐的巨大诱惑 很难静下心来修行 而且由于福报已经用尽了 所以下一生通常都投生在三恶道中 欧行写 欧行写呈现出强烈的自我主张和自我表现 是非常有魄力的人 容易被感动 很敏感 看似什么都不计较 不细心 其实是在包容 假装不知道而已 欧行写人 好与人进行力量的对比 对于善恶敏感 重信用 讲友情 警惕心众 在意别人对他的赞成还是反对 对待值得信赖的人 充满人情的温暖 反之 若认定对方是敌人的话 欧行人的反应也是够强烈的 欧行人最厌恶 论资排辈 不愿屈从于徒有虚名 而无真才实学的未尊者 欧行写的人 善于用全面的观点考察事物 他们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赢得社会第一线的地位 总之 欧行写的人 要是足够努力啊 命力绝对不会差 虽然没有天道的好福报 但是有苦也有乐 是最适合修持佛法的 可以借助这一机缘进行修行 从而达到觉悟 超脱于轮回 屈原呢 出生于楚国丹阳 战国时期 楚国贵族出身 任三驴大夫 左徒 监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主张对内举贤能 修明法度 对外力主连旗抗秦 后因遭贵族排挤 被流放 原乡流域 公元前278年 秦将白起 一举功获 楚国首都 颖都 幽国幽民的屈原 在长沙附近 蜜罗江 怀石自杀 以身殉国 那么 屈原是什么血型呢 众所周知啊 人类有四种血型 A型 B型 O型 AB型 屈原的血型啊 必居其中之一了 尽管从科学的角度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从其性格 和由此决定的命运 都彰显出了鲜明的 A型性格色彩 为什么说它 一定是A型血呢 分析如下 一 是忠君爱国 对秦国主战而不组合 A型人的民族性很强 所谓的民族性呢 就是对自己的同胞谦让 不喜内讧 特己赋礼 维护团结 即便被楚怀王流放 遭受冷落 依然心在楚国 在楚国都城被攻陷后 以身殉国 二 是生性浪漫 A型的浪漫呀 与O型不同 O型呢 追求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浪漫 比如拿999朵玫瑰花 在宿舍楼下 高喊我爱你 这种形式的浪漫啊 不符合A型性格 A型追求的是 精神的浪漫 内在的浪漫 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 根源在于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 三 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四 是不爱与人争执 回避斗争 遭人排挤 诽谤和构陷 无力反击 采取了退让 躲避的态度 我们知道啊 A型有一种特点 就是不被逼到墙角 不会奋起反击 他们不懂得为自己辩解 因为担心越描越黑 所以呢 只能是打掉牙齿 含血吞 在不断地忍让和埋怨中患上抑郁症 成日抑郁寡欢 心智离乱 注定了必死的结局 四 是自杀倾向 我们知道啊 A型化 日本呢 是发达国家当中 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屈原的自杀 一个原因是怀才不遇 抑郁寡欢 一个原因呢 是对祖国的前途充满绝望 也许啊 还有一个原因是 对自己充满自责 从其自杀的方式上 也完全符合A型人 含蓄和追求完美的特征 如果是O型的大臣啊 通常会投撞宫廷的大柱 轰轰烈烈地死去 而屈原没有 他用静悄悄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假使屈原是O型 他会直接而暴力地反击 假使屈原是B型 没有立场的他们 通常左右逢源 与各种人打成一片 不会让自己身处不利的境地 假使是AB型 他们始终是一名 理性的旁观者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在待人处事上 他们会把分寸拿捏得很准 并参与任何的派系 所以也不会激起敌对势力的不满和诽谤 可见啊 悲剧人物屈原 是一个典型的A型血人 从我们出生到死亡 这一路上 我们都会要经历生活的形形色色 尝遍酸甜苦辣的人生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阴晴圆缺 当你真正的都度过了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也可以说 是人的一生 从稚嫩到成熟到智者的一种历练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